大家好 我是丹妮 今天的主题是巨金怪 那么就让我们开始吧 好了 我们今天影片同样是要带大家来看目前大战盟经典纪念的部分 经典纪念其实少了神兽之后很多角色都有办法出来 但是在属性对抗上来说有点单调 就是龙系妖精跟钢系互相的在对抗 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就是以钢系代表的三代准神兽巨金怪 虽然他在出兆速度上并没有到太快 但是如果他在有盾或者是龙的气氧上比较多的情况下 他的威和力可以说是非常惊人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 目前的巨金怪在第12季的大战盟经典经典能打出怎样的实力吧 好 那么今天的话是由魅影来提供对战影片 使用的是巨金怪以及双龙 也就是钢龙龙阵 我们来看一下他今天第一场的对战 巨金怪放在第1支其实操作弹性上来说是比较欠佳 如果属性上没有优势的话 对方应该会直接紧咬着你 那我们在第1场看到巨爪怪的情况下只能让料乌莎上来 那对手就快速的换脚 让他的龙系暴力龙 直接用龙系招式来打料乌莎 那这边的话双方在小招的伤害量来说 料乌莎是比较弱势的 如果硬跟他打其实也占不到太大的便宜 所以妹女这边是不保了 那虽然让巨金怪直接农死这支暴力龙 巨金怪在对战中他是蛮吃这个能量的啦 所以如果能够多农一点气的话 说不定一开始的劣势还有机会搬回来 好 持续流沙地狱降对手的防御力 料乌莎当作第二孙位 虽然还是有一些弱点存在 不过至少 流沙地狱能够降对手防御力 然后交给队友去处理 那一开始的逆风可以稍微扭转一下 但是因为暴力龙本身他随有抗钢嘛 再来是他有在咬碎的情况下 超越利息打到会直接中伤 所以逼的妹尹也是开个盾的 所以本来是这样打算扭转一点战局 看起来还是缴了一个盾还是有点亏啊 好 我们再次看到巨爪怪上来 巨爪怪这边快速的出招 这边巨爪怪出招的能量是降水炮 不需要挡 平常打击 绝经怪是他半血 不过妹尹中途并没有来个切交挡招 等他降水炮出来 直接让双斧战友上来了 双斧战友上来的时候 对方最后角色是安全牌的卡比兽 对方今天的热阵龙 后述会跟我们前几天介绍的花界夫人 后面配置暴依龙跟卡比兽很像 不过他这次暴依龙选的龙系 因为毕竟巨爪怪是没有办法打龙系的 所以在暴依龙的招式搭配上来说是有微调 那卡比兽的话 我们的双斧战友打他就还OK 因为我们有双倍奉还可以去打卡比兽 但是卡比兽还是弹啊 他这边弹住了我们招式之后准备出招了 目前我们趁他半血 吃到一个蛮力可能会重伤啊 好结果对手使用一个太神阿底出来 然后接下来 魅影想要直接把对手浓下去 刚刚好残血能够再放一个龙爪出去 巨爪怪是否会挡招呢 那正常情况下巨爪怪是不会挡这个龙爪的 因为龙爪杀伤力算是还好 比起会心犬来说啦 所以对方没有挡招 吃了龙爪 想象还剩一半 子弹拳是打不死他的 所以会心犬一定得打到 然后魅影这边的胜利方程式就是要两个会心犬 毕竟对方还有一盾 如果对手喷了一个浆水槽出来 直接让巨爪怪伤一滴血啊 那这场是要结束了 对方挡住灰心犬之后 泥巴射击收掉 第一场我们看到的是巨爪怪在逆风 说实在是比较难扭转 因为他的出招速度 后面的对手其实也是有办法压制龙系 好那我们就下一场 这场看到波克吉斯就一个顺风了 然后一到顺风的情况下 对手上卡比兽上来 卡比兽的话他的大招打巨爪怪都是减伤 除非他配地震 但是地震能量需求太高 那魅影这边不急的换脚 让巨金怪可以使用一个会心犬 稍微的压迫一下 稳稳的把风向给拉住 但其实魅影今天配置的角色里面 有带双倍奉还的双斧战龙 可是卡比兽硬打 顺位上应该还是不会输啦 只是可能担心盾 有可能会被... 哦哦哦这边对手直接来一个火箭头锤 反而料不是他重伤了 那如果这一场我是卡比兽的话 我一定会强拿顺位的 我对手剩下一顿而已 结果他是没有开盾啦 这火箭头锤有点浪费掉了 让波克吉斯上来 还是得遇到巨金怪 不过此次幸运的是 对方的换脚时间快到了 因为我们刚刚巨金怪 跟卡比兽拖的有点久 所以目前可以看到 暴鲁龙上来面对到巨金怪了 非常尴尬的局面啦 如果可以直接让双斧战龙上来 那就是一个稳妥当了 但是这边我们细节上能够看到 魅影的会心犬已经挤到两发了 所以这一发放完之后 立刻让双斧战龙上来 所以手上是带有一发会心犬的巨金怪 就算波克吉斯当场上来的话 也没有办法直接点掉残血的巨金怪 还是能够获胜的 这边我们能够看到 之前有说过 在大神龙的纪念是比较需要顺位 你可以一个角色先放个招式 耗对手的血或者是盾 然后再切第二顺位的角色上来 一定有办法把风向拉住 但是巨金怪本身的出招速度 真的是比较慢啦 所以他会心犬 那一下出去之后 时间是有点拖到 反而让对手的暴力容差一点有机可蹭 那这边就还好了 此时波克吉斯上来 也没办法急到招式 那我们一个暗消害 稍微的逼迫血量 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帮助 因为毕竟会心犬一下 可以直接收掉 血量上很多的波克吉斯没有问题 好这边会心犬出去了 差一点就让对手扳回来了 卡比兽还是有点强 如果丹尼刚刚在那边的话 就会直接硬保卡比兽拿回顺位 但很可惜对手并没有这样操作 好我们就下一场这场看到花杰夫人 花杰夫人的话 对手换脚 毕竟妖精系是怕钢的 换上来是怪力暗影版本的 暗影版本的怪力 补足了他在大神蒙体质稍微比较弱的状况 怪力目前最强的赛姿还是超杰蒙 因为他的双倍凤环跟十字皮 能够防御出最快把对手集成的效果 那在大神蒙可以看到 其实血量上耗损有一点少 那对手十字皮再次出来之后 不过廖乌莎扛住了 甚至廖乌莎的伤害量还比较高啊 这也就是为什么 在目前大神蒙体的纪念 格斗系比较少 那如果你真的用格斗系的话 当然是比较推荐你使用修建老将 至少体质是有保证的 好廖乌莎 直接拿下了怪力之后 对方再次让花杰夫人上来 这边纯粹就是消磨 不过第二下进来能够用到大地之力啊 流沙地狱降防之后 大地之力下去 花杰夫人没有扛住啊 想上直接伤害一点点啊 那军阴怪上来可以完全练功啊 虽然我们是开盾挡了对方的招式 但是直接把花杰夫人打残了 对手最终角色暴鲤龙点面对到我们两只角色 好那军阴怪使用一个会心拳 对手势必会脚盾 而且对方最后一只的暴鲤龙配置的是盘步 跟我们之前花杰夫人影片中介绍一样 为了防止军阴怪或者是龙头地鼠 必须小招使用盘步 但是将配的话 刚好我们后数为两只龙系 都有办法去抗衡 总比遇到龙袭的来得好 那双斧战龙也能够看出 他的小招双倍不然打飞行伤害量不是那么高 所以我们只能靠大招 但是出招速度会比起暴鲤龙来得快 这场基本已经结束了啦 因为他的花杰夫人也没剩太多血量 好我们持续龙爪下去 对方的暴鲤龙还在场上 有时候会觉得双斧战龙的龙爪伤害量还好 平常打击的情况下 那是因为龙爪的基础伤害量并不算特别高 哦对方一个龙系直接收掉了双斧战龙 那这边的话会不会有点危险呢 会心弦先出来好险 如果被对方先出招的话可能会有一点尴尬 好心弦出去之后收掉了残血的暴鲤龙 最后花杰夫人一上来之后出招 来看一下花杰夫人的招式 应该会是悦阳之力啦 要悦阳之力出来 军阴怪坦住了 然后接下来 哦好险 因为妖精之风的基础伤害量还是偏低啦 顺利拿下 差一点就翻盘了 好那我们就下一场这场看到的是带着潘铺的暴鲤龙 就是一个逆风啦 潘铺暴鲤龙的话 魅影并没有直接换脚反而是打了一下 选这一个灰心拳出去 刚系在打水是减伤的 而且下去之后暴鲤龙剩下半血 那不知道这暴鲤龙的配招式如何啊 那魅影一方万一是先挡的一个招式啊 又是咬碎 咬碎挡对了然后中途换脚 烈烏沙上来 烈烏沙上来之后对手的第二角色是向亚珠 向亚珠的宾夕招式直接双克了烈烏沙 地面怕兵 龙也怕兵 那这边算是纯粹消磨啦 等下交给巨型怪处理 流沙地狱下去之后向亚珠没挡 然后他防御下降了 那这边吃到他一个招式是绝对倒地的啦 但是宾夕本身是怕岗 所以巨型怪可以用子弹拳稍微练弓一下 但是目前换脚时间还有点久 所以稍微拖了一点时间 巨型怪上来了 巨型怪面对到象牙珠 象牙珠还是有中趟 但是他这边气量上看起来是只有雪崩而已 所以我们这边可以不挡个招式 兵是会打钢减伤啊 雪崩下来 还OK我们扛住了 目前是一顿的劣势 对手最后的角色是至暴磁怪 这边面把气量上集得很满之后 直接很真诚的使用一个地震 对方一定会挡的啊 这边应该是要选择彗星拳会比较好的 对方挡住之后至少必要盾 目前双方平盾 双斧战龙上来了 靠着双背凤环绝对压制自暴磁怪 自暴磁怪的电气招式打双斧战龙是减伤的 那手之的暴磁龙 其实血量上也并不是特别多 那这边是有机会的哦 好对手的攀附持续出来 妹应该会缴我最后一盾 然后来打他的这个自暴磁怪 如果攻击的话双斧战龙一定是占优啦 好迟迟我们暗血要害先出去 暗血要害下去之后暴磁龙的血 哦没有他是脚盾的 哦不过运气很好 妹应这边攻击力上升两阶了 到底能否收掉最后的自暴磁怪呢 再次暗血要害收掉暴磁龙 哦攻击四阶 这边哎呀很可惜很想要看到他 直接把他K下去 但是看起来对方也准备出招了 不过亲戚的时候我们暗血要害又好了 哇这一场可以说是 非常漂亮的四阶的攻击上升啊 但好像整体来说没太多的用处啊 因为我们还是没有靠小招啊 都是用大招把人家解决掉啊 好我们就下一场这一场看到的是快龙 对上我们巨金怪 快龙遇到的巨金怪 说实在他还是逆势啊 但是他优点在于出招速度比较弹性 巨金怪的出招还是稍微慢了点 而且他是用满地之后来可以来一个打带跑 所以巨金怪喷了半血对手换脚了 卡比说上来 那卡比说这时候上来之后我们并有立刻换脚 反而是使用一个会心拳出去 巨金怪的出招的弹性上来说真的是比较欠佳一点点 导致对手都会趁着你破绽的时候去压制你 未来巨金怪可能还有别的招式 可以缓解子弹拳的状况的话 他可能会更强一点 好试试 这个卡比说是从太神阿鼎 我们要把他农下去了 哎呀很可惜对手残血出大招 逼波没你开盾啊 如果不开盾我们的松武战种就白弄了 所以挡住太神阿鼎之后 集到了两个龙爪 除非对手上上妖精系啦 不然这边我们是绝对压制 松武战种最怕的就是你集很多气之后 后面出一只妖精 就跟堵完熊攻击上升是一样的状况 那此时对手看起来是没有妖精系 选择快龙再次上来我们就用龙爪 逼迫你开盾啦 龙爪下去之后对手快龙挡招 而他这边中途切脚了 选择巨英怪狼挡一个龙爪 这边算计的非常好 如果直接让巨英怪上来 我们绝对是使用暗小害的 而且暗小害有可能让自己的攻击提升 他这边的切脚算是一个比较妥当的方式啦 但是顺位还是在我们这里 那我们就让廖巫沙来面对到巨精怪 廖巫沙打巨精怪的话 说实在也没有太大的优势 因为我们的招式 今天带的小招是龙卫 龙卫打钢尸减伤 只能靠着地面系的大招 好地下下去流沙地狱对手没挡招 这一场看起来对手可能会带盾直接回家 这边有点lag 目前的灾情还在 哦我们的龙尾连发对手 巨英怪上一滴血 那刚好我们巨英怪上来可以浓一下 好那廖巫沙下去了 巨英怪上来 对手让快龙快速的上来 想要缓解战局 但是没有用的 因为目前的快龙想要上上一滴滴啊 巨英怪还是被快龙打下去 目前对于刚系来说并不是那么的友善 好所以我们战友一下收掉了快龙 第二下收掉了巨英怪 对手带两盾回家过年了 快龙目前的操作弹性真的是非常好 好我们就下一场 这一场看到的是暴鲤龙 这一次暴鲤龙带龙席龙席 龙席龙席龙席 龙席就比较好一点 至少他的小招当我们是减伤 只要防范他的咬碎就好 好妹妹同样的不换角 选择是使用一个会心拳出去 而且加上他带的龙席 我们后面两个龙系角色是没有办法上来自杀的 巨英怪迟时一定得跟暴鲤龙拖下去 尽量把他打残之后后面的角色上来 可以用龙尾把他摆掉 会比较理想 好那对手暴鲤龙出招 水流尾来骗个盾 通常带龙席的就是水流尾跟咬碎居多啦 因为属性上来说就有三个 互相都有可以克制的部分 好这时候会心拳再次出去之后 然后暴鲤龙看到我们廖巫砂也是快速出招 但是暴鲤龙想象有点低 我们龙尾也是可以把他摆下去的 但是这个暴鲤竟然带逆铃啊 哇真的是逆铃非常痛啊 廖巫砂有点重伤了上一滴血 然后目前双方都剩一顿啊 那个逆铃实在太阴险了 龙席又配逆铃 真本就是要杀龙啊 反正我们以为会咬碎跟水流尾 但说实在还是要看玩家怎么样去思考 我们只是平常大概是这样配置啦 但有时候突袭下来 烈巫砂就这样下场了 非常可惜啊 好此时我们让双浮战龙上来面对到卡比兽 那卡比兽的话 我们用双背负来揍爆他 这时候太神阿典出来 上来点还好 那目前的话 趁着卡比兽准备出道之前 我们的龙爪快速出去 双浮战龙色尾的黑色的真是很好看 我们在前阵子的GoFace活动中 两次各抓到一只啦 那因为我们之前在第四季 打天梯的双浮战龙 其实已经灌满了 已经是50等了 所以没办法在大生梦经典纪念使用 是比较可惜啊 不然有点想要复仇啊 好接下来的话可以看到龙头地图上来了 但是目前军运怪有盾的优势啊 就可以一发地震收掉你了 军运怪的 胜利方程式就在于 气量上比别人多 或者是你盾比别人多 很少有角色可以去扛住巨鹰怪的大招啊 好地震下去直接收到龙头地鼠 最后对方的卡比兽上来 那这边 哇有点尴尬哦 这个血量看起来超满力是会下场的 哇 结果巨鹰怪竟然在最后 被卡比兽 残血出大招满力收掉 我还想说这场稳妥当了 但是不知还是被巨鹰怪的出招数给拖累啊 好那我们就下一场 这场直接看到龙头地鼠就是一个逆风了 换廖巫沙上来 廖巫沙上来之后 对手上西式海人 那我们的廖巫沙 说实在在第二顺位真的非常安全啊 因为毕竟有流沙地域可以降他的 防御力 好那此时应该准备要下场了 廖巫沙在一个流沙地域下去之后 西式海人觉得有点痒 欸不过对手这边卡住了 然后他醒过来的时候来不及了 对我们竟然大地之一按下去了 这几天好像灾情又开始变多 不知道为什么 但你是在猜啦 可能是官方改了 那个队长 蓝红黄队的队长 可能有影响到系统吧 不然近期其实没有太多改动啊 不然就是官方可能又在搞事情 有点牺牲掉了对战的一个稳定性啊 好接下来的话 我们竟然能够靠列乌沙拿下西式海人 然后接下来对方上龙侯地鼠上来 直冲转下来之后我们挡招 一开始的逆风给拉回来了 至少双斧战龙有遇到龙侯地鼠啊 好按消害 想要收掉龙侯地鼠 对方龙侯地鼠没挡招 他就上最后一只 最后一只是暴力龙带着潘铺的 那巨星怪还是有点危险 不过双斧战龙险阳上还不错 使用一个龙爪出去 龙爪下去之后对手的暴力龙剩下半血 这一场对手是不是打算要直接带盾回家 刚刚那个LAG说实在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情况啦 畢竟西式海人其实还是有用处的 之后那大帝之地直接下场之后 后面就是不用玩了 好那这边巨星怪 直接再补你的会心拳 有时候LAG真的是很要命啊 因为这种即时性的对战 你只要稍微差一点点 对手能量上多了一点点你就能够获胜啊 所以其实官方还是要稳住自己的系统啊 难得他前阵子改动成一定会多不到小招的时候 但你认为那时候很顺畅 但殊不知近期可能又有动作 导致系统又有点不稳定了 不过我们在很早很早很早之前 官方有说过他一定不会在中途 然后断开维修PVP对战 这个自信真的非常好 但是你的系统要好啊说实在 好那双部战龙 好最后用一个暗小孩收掉对方的暴力哦 残血出大招 好那我们要进入今天的最后一场啦 来看一下最后一场的对手 最后一场对手的话是彩斗之死的 今天都是R24选手啊 好最后一场我们看到料乌莎面对到巨鹰怪 他在荣尾的话 其实巨鹰怪并不算是太劣势 巨鹰怪跟这个料乌莎硬打 对方地下下来每一档招 是流沙地狱想骗盾 OK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来一潰心犬 一人吃一招啦 其实料乌莎打巨鹰怪没有到优势 是因为他没有对钢有抗心 虽然地面系能够打钢没错 但是龙尾配置之后 会拖累到他大招的初击 那这边我们让料乌莎上来的时候 对方料乌莎还在场上 再次流沙地狱 好他这边不换讲 我们可以猜测一下后面 应该还有一只能够处理掉巨鹰怪的 所以他才跟料乌莎硬打 那这边不能跟他打太久 如果打太久的话我们是会重伤的 可以看到料乌莎想要上伤一点点啊 明明我们就是中途切上来的 好下一只是暴鲁龙 带着潘铺 果然是可以打军官 不过他这边上来的话 代表我们是可以用双武战龙去打他 目前有一顿的优势 但是对手还是比较占优啦 因为整体战来说 他已知我们前面男子角色了 好双武战龙上来之后 对方并没有让暴鲁龙下去 那我们双武战龙来拼个暗鞋要害好了 此时他如果换脚也很尴尬 因为如果是妖精细上来 那我们的军官一定有办法堵到他 所以目前的战况上来说 我们是比较吃香啦 到底作为智慧什么呢 暴鲁龙使用水流位出来 我们挡住了 保留住双武战龙 至少来个二打一啊 好这边快速的出击 暴鲁龙出招速度其实不算太快 水流位算是短能量啦 但是攀布或者龙喜的配置上来说 能量上的蓄能算是普普 好对手暴鲁龙竟然挡着了 哇这边他还逼出我们开作为盾 我们就是要来个二打一啊 看一下你作为是什么 因为有点担心他作为一支 有可能是可以打巨禁怪的 所以这边保留双武战龙 以防万一 好收掉了对方暴鲁龙之后 结果对手作为角色是自爆此怪上来 之后可此怪一上来之后 我们使用暗小害出去 暗小害出去 自爆此怪会上他半血左右 目前没盾了 这边有点尴尬的是 对方如果连续两下 疯狂福特 然后你高级直接下场 所以妹妹这边中途切脚了 选择巨禁怪上来 挡住你的疯狂福特 然后在队友防御下降的情况下 双辅战龙还有办法补双倍奉还 收掉对方的自爆此怪 惊险拿下最后一场胜利了 那么来做一下总结吧 我们今天看到第三代准神兽巨禁怪 在对战中使用了 目前大神兽经典经典 其实刚系就只有三只 我们前几天有讲过 就是巨禁怪 龙头地鼠以及自爆石怪 所以巨禁怪在对战的实义上来说 是非常强的 而且目前的赛事下来说 但只有大神兽经典经典 能够让巨禁怪发挥的这么好吧 毕竟神兽的环境上 还是有一点不太友善 所以玩家如果喜欢三代准神巨禁怪的话 不妨可以趁着这一周 多打几场大神兽经典经典吧 最后我们要再次感谢妹妹提供 精彩对战影片给玩家们当作参考咯 我们下部影片见